金酱酥肉丝的部分 其实上它是一个 蛮好配饭的一道料理 那也是一个北京菜 很传统的一个菜 那要凸显它好吃的部分 除了它的酱香味也要构煮以外 它的咸甜一定要适中 那这样才不会太咸 那酥酥酥的部分 其实上它吃起来会比较软爛一点 所以这一道菜的绝配方式 就是一定要搭那个小黄瓜丝 3.5日日素健康自己煮 好 今天做一个金酱酥肉丝 那首先我先将这个小黄瓜 小黄瓜的话在这一道菜 它扮演的角色是 重了一下它的口感 我们先将小黄瓜切片 切好的片段它比较不规则 但是原理上我们在小黄瓜的 最上面可以放一个片 比较工整的小黄瓜 这样切的时候会比较顺一点 也比较不容易切到手 小黄瓜的话在大陆的 它是视为是一种水果类的 那它可以抑制这个糖类的物质以外 丙醇二酸 可以减仿脂肪的一个产生 同时间它有崩布的这些的甲盐 维他命的A 糖类 然后米菌 盖子 磷 银 铁 这些都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成分 那素肉丝的部分 其实上它吃起来会比较软爛一点 所以这一道菜的绝配方式 就是一定要搭那个小黄瓜丝 那这个素肉丝的部分 我今天使用的是用大豆蛋白制成的这些素肉丝 那它原型食物的话它是干燥的 所以原来我们就先让它泡水 泡水的话其实它蛮快的 大概三到五分钟它就软化了 那泡完水之后呢 其实它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腌制的一个动作 先给它一点点的这些的甜面酱 大匙的酱油 胡椒粉 胡椒粉先给它四分之一匙左右 好 那这些是玉米粉 腌完了之后呢 其实上我们可以让这些的调味料 巴附在这个素肉丝上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加一点玉米粉 它这样味道才会做分离 好 先把它抓一下 抓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压放 压放的话 先把里面的水呢 挤出来之后呢 然后放掉之后呢 它又可以刚好把原来这些的汁呢 现在又吸收回来 好 那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起锅的时候呢 我们锅中先加入大概一大匙的油 好 那记得腌好之后呢 其实上这些油和一些的酱 这个方式是散油在刚才的碗当中 这些汁是不应该进来的 可是我们火稍微调淡一点 那通常会过油 过油的话对素食来讲的时候呢 其实上有些过油的话 太多的油会造成负担 所以原来上我们只要做干煎的动作也是OK的 好 这时候里面的酥肉丝要稍微剥一下 好 差不多 这时候我们就加入了大概一大匙的甜面加 金江苏豆丝的部分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 它一定的关键的调味品就是甜面酱 那四瘦的甜面酱其实它的甜味跟鲜味都不太一样 那除了是选择是惯用的品牌以外 那你如果是新买的这些品牌的甜面酱 你一定要试试一下 就是说它的甜度跟咸度是不是适中 好 酱油我给它一大匙 五椒粉 四分之一小匙 我们先把酱香气先炒出来 所以这时候也不用记得再太早加水 好 闻到酱香之后呢 我们现在在做点水的动作 这时候加了水之后呢 你会发现整个纠结在一起的素肉丝 因为水分的关系 它就自动分开了 素肉丝呢有加了玉米粉 等于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等于是帮我们做一个勾芡的一个动作了 好 OK 准备起锅 这道菜一定要搭小黄瓜 小黄瓜吃的脆口的口感 可以跟这个素肉丝结合在一起 你会发现你口腔整个胃形 都完全是不一样了 那你少了一个这一个小黄瓜的话 你会变成就是说 我在吃这道菜的时候都比较偏软烂的 金酱酥豆丝就完成了 好 小黄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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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黄瓜